你说现在二嫂没有在二哥身边 那二哥对小丽姐会不会 我知道辛小琪走了以后 你心里不好受 和妈的心结也没有完全解开 可是 你总不能整天愁眉苦脸的 你现在是审批中心的主任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 小丽 你在妈面前那么一跪 对 我大时都想哭 那是我和大哥 三弟 商量以后这么做的 我们总要在妈面前替你解套吧 我可想不出这样的主意 所以你也别放在心上 小琪来信了没有 妈到现在 还不肯原谅我 都知道了 不是我说你 你这个人就是心太重 妈毕竟是妈 她迟早都会原谅你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振作起来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现在又在势头上 你不能因为这些家庭琐事 而埋没了你的才华 你跟大哥的事 还要问了吗 当然问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了 那既然你没有嫁给大哥的意思 还是找个时间赶紧说清楚 我也这么想 都知道你 你有空的话 主动地多回家看看 妈现在有气 一时半会儿就消不了 只要你都回家看看她 让她能多见到你 这样时间长了 慢慢地戏就会撒出来的 咱们俩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坐下来慢慢聊 我不去了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说有重要的事情 我立马就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 我现在得马上回家把它做完 下午还要等不用呢 晓菱 不差这个吃饭这块功夫 我真的不去了 你自己去吃吧 晓菱 晓菱 你看什么呢 走啊 走啊 想什么呢你 来这儿半天了也不说话 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我能有什么新事啊 这不是要离开校园了吗 有点恋恋不舍的 我就觉得吧 这几年在学校的生活 是我最有 最美的 无忧无虑 什么担子也没有 不过这一劲一过去就好了 老三的 大哥跟你说啊 你上大学念博士 就是为了当医生吧 现在你的梦想呢 马上就要实现了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是吧 对 大哥 咱妈那边可没缓过劲来了 你说我这要是一上班 估计肯定不会太清闲 二哥那头呢 又是刚刚新官上任 你看他那股冲劲 估计也不会太清闲 那咱妈这边 就拜托你和小丽姐来照顾了 大哥跟你说吧 你和你二哥俩呢 都是能干大事的人 比大哥强多了 对吧 以后家里的事 就不用你操心 你和你二哥俩 好好地闯事也就行了 妈这边 用我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 大哥 你和小丽姐的事 到底怎么样了 你们想不想继续下去的 我是没有意见的 可是你小丽姐总是不吐口 我一个干着就有什么用呢 三迪 大哥问你 你觉得 我和你小丽姐 能成吗 我确实吧 只要小丽姐同意 你们俩过的 肯定比任何人都幸福 不过 这事需要点时间 时间我有 我等着 那你要真这么喜欢小丽姐 你该充就得充了 我哪有那充劲呢 我怕我充猛了我 才把身弄砸了怎么办 笑啥啊你 笑什么不像 笑我是吧 没有 大哥 我看出来了 你是真的信用小丽姐 你要真信用她 你就该充就得充了 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可我这心里总是胆图图的 你说 大哥 你说你和小丽姐的事吧 我也不好去问二哥 你问过二哥没有 他现在什么态度啊 我给你二哥呢 我给你二哥呢提过这事 他呢 没提什么具体的意义进来 倒也没反对 我琢磨着呀 他既然没反对的话 也就同意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四弟 起初啊我觉得这事 挺 挺别扭的 可后来我想一想呢 这也没什么呀 你看 咱们哥仨 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嘛 这兄弟永远是装的兄弟情谊 如果你二哥没有成家的话 打死大哥也不会像我 和你小丽姐之间的事 懂吗 但现在你二哥呢 已经有了新小琪了 我想 他应该支持我 你说 现在二嫂没有在二哥身边 嗯 那二哥对小丽姐 会不会 老三 你要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你别把你二哥想那么脏 他是你二哥 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 你说 你说 现在二嫂 不在二哥身边 嗯 咱妈现在就要抱孙子 我她是指望不上了 我现在没等那个时间 那你说咱妈指谁啊 不就她指上你了吗 对不对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会说你二哥什么呢 大哥 要不这样吧 我替你到小丽姐那儿去探探风 如果她是同意了 你俩赶快把事给办了 你俩赶快把事给办了 那如果要是不同意 你们俩也别谁牵得住谁了 这点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拖下去了 拖下去了 你俩都会憋你了 看着我三迪了解你大哥 我呀 那我想什么 我跟你说 你要真的有这个心呢 你帮我好办吧 你二哥那一身一修理解 好不好 放心 摆出我身上 就这么定了 摆出我身上 来摆出我身上 再来摆出我身上 那他那再拖下去 你为我们俩一年 最后再拖下去了 没事 我会让你一起坐 你肩膀